有没有她 都无所谓 我算明白了 原来你是把她当安眠药了 我就说嘛 以你习宋的眼光 怎么可能看得上她呢 你在啊 我很以为 你来晚了 人已经走了 走了 不可能啊 会一直在聊天 至于吗 一个手一个弓 就算我真谈了女朋友 也没必要搞这么大的争章吗 不是你那意思 所以 她不是你女朋友 对吧 我这事故意一晚上没睡 早上七点都给我打电话 我一下飞机 连家都没回就赶过来了 秦宋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 但你应该清楚地明白 外面那些对你别有用心的人 数都数不过来 万一你看奏言 落什么把柄在别人手里 别说你刚进家的身份 就连四天音乐学院 还有叔叔的恒远集团 都会跟着遭殃 所以 我的女朋友 不光我自己喜欢 还得经过你 经过四天全体师生 还有恒远集团 所有员工的同意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外面那些 乱七八糟的人 她不是乱七八糟的人 那她是谁 该不会我也认识吧 你曾经熬夜 拜读过她的小说 宋 宋米多 我早就说过 那女孩不是什么沈游的灯 你就是不听 她万一把你和她的事写成小说 再网出版社一记 到时候怎么办 这事你必须听我的啊 立刻跟她断了来往 听到没 我就知道 为什么你平白无故 扣下她的笔记本 原来是因为 因为她能让我睡得着 什么 只要她睡在我身边 我就能睡得着 换到别人都不行 所以我就跟她 做了一笔交易 她每晚按十二点 过来睡觉 睡过半个月 我就把笔记本还她 怎么 你不信 那 半个月以后呢 不需要了 我好像 已经好了 有没有她 都无所谓 我算明白了 原来你是把她当安眠药了 我就说嘛 以你习送的眼光 怎么可能看得上她呢 反正过了今晚我就不会再来了 反正过了今晚我就不会再来了 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了 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喂 你怎么在这儿 不好意思 帮我点东西 你不是说她走了吗 你不是说她走了吗 还有最后一样 我的笔记本 我根本就不会 给你留意的 老板 找到我 我 好 你 你 有 我 你 你 那 一点都不稀罕 我打破了你的水晶杯 但我也治好了你的失眠症 你扯平了 让你我全都了解 别再长老 对不起 顾瑜 我是骗了你 我叫宋米多 我跟习宋 连朋友都不是 没有任何关系 宋米多 你就是那个写什么 狗写故事的宋米多 呆 瞬间 屋 瓶 啊 啊 啊 icits 不可以 女生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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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